訪港旅客恢復的速度未如期 加上內地訪港旅客旅遊體驗的模式轉變 和香港市民不想消費熱潮 造成本港消費動力不足 飲食、餐飲、零售等行業 未出現預期的全面復甦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為進一步吸引內地龐大消費者群來港 政府會否與內地有關方面 研究開放更多自由行城市 以及研究放寬內地訪港旅客的購物免稅上限 以加快本地消費市場復甦 二、鑑於據說 不少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 和中東國家的旅客 都對來港旅遊有很大興趣 政府會否推出措施 以吸引更多該等國家的旅客來港旅遊 三、鑑於社會上有意見指 本港接待旅客的能力仍較為不足 特別是較高昂的住宿費用 打擊了旅客過夜的意欲 亦偶有因相互招待不周 而對本港旅遊業帶來負面影響的報導 政府有何措施加快提升本港接待旅客的水平和承載力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主席旅遊業是香港的經濟重要支柱之一 疫情前佔本地生產總值大約4.5% 提供超過25萬個就業機會 本港的旅遊業在2023年2月開始復償 全速賣向復甦 旅客人數穩步增長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2023年年初預測 訪港的旅客是2580萬人次 在政府和業界共同努力之下 去年的旅客達到3400萬人次 遠超之前的估計 在剛過去的除夕元旦假期 內地旅客訪港是大約43萬人次 平均每一天超過14萬人次 交同年五一黃金洲和國慶黃金洲分別高大約16%和6% 亦都達到2017年和2018年同期平均的73% 就郭伯凡議員的提問已回覆如下 問題第一部分 個人有計劃是在2003年7月28日起實施 目前涵蓋49個指定內地城市 在2023年透過個人遊計劃訪港的旅客 佔整體內地旅客的60% 與疫情前的情況相約 開拓客員吸引更多高增值過夜旅客 一直是香港發展旅遊的主要策略之一 政府會繼續與內地相關部位保持溝通 就有序 對優化個人遊計劃和調整內地訪港旅客的購物免稅額的多項建議 適時作出討論 以其為內地旅客提供更加變節靈活的方式訪港 和更加豐富的旅遊體驗 促進旅遊相關行業的蓬勃發展 問題第二部分 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是香港的目標客人市場 旅客局一直有透過不同的旅遊宣傳 包括去年推出宣傳短片 以配合香港機場管理局和航空公司 在當地派發免費機票 亦與網紅和業界合作進行推廣的工作 吸引旅客訪港 旅客局在2022年底 復辦大型東盟考察團 接待近60名來自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 以及新加坡的業界代表 令他們在親身體驗香港暫生的旅遊元素 以及冬日氣氛之後 在東盟客源市場推出新運的旅遊產品 吸引旅客訪港 旅客局亦在2023年10月 邀請超過40名來自東盟的 會展旅遊業界代表到訪香港 參與旅客局主辦的香港美酒 加油巡禮 同時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 全新魔術旗園世界景區 以及體驗茶餐廳美食等 以推動會議、展覽和獎勵旅遊 旅客局亦參與多個在菲律賓、泰國、印尼 以及馬來西亞等地舉辦的旅遊展覽 亦舉行簡報會宣揚香港的旅遊魅力 另外,旅法局聯同 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 以及澳門旅遊局 在2023年10月 在泰國曼谷舉行首個大灣區大型海外推廣活動 大灣區融匯精彩體驗 介紹大灣區的旅遊體驗 同時推出全新的一站式大灣區旅遊網站、旅遊節目和一系列宣傳 自跨境旅遊開始復償 來自東盟成員國的旅客數字 在2017至2018年同期平均的73% 高於同期整體旅客復甦的情況 當中菲律賓和泰國旅客增幅十分顯著 11月、11月和12月的訪港旅客人士分別為2017至2018年同期平均的114%和104% 中東市場是具潛力的客人市場 旅法局會繼續多方面的宣傳工作 例如舉辦簡報會向當地的業界介紹香港暫生的旅遊產品 宣傳訪港的旅遊優惠 以及與旅遊品牌合作推出旅遊套票 吸引中東旅客訪港 同時旅法局也積極在穆斯林客人市場推廣香港旅遊 邀請穆斯林地區的媒體代表親身訪港 參觀本港的穆斯林友善設施 9月舉辦的穆斯林考察團 令到業界了解到香港歡迎 亦都適合穆斯林旅客到訪 另外旅法局也都在discoverhongkong.com網頁 上面是整合了一系列為穆斯林旅客而設的香港資訊 包括美食、酒店住宿、本地文化 以至適合穆斯林旅客參與的活動等 吸引他們來港旅遊 亦都提升他們在港旅遊體驗 旅法局會繼續多方面的宣傳工作 向東聞和中東客源市場宣傳香港的旅遊魅力 吸引旅客到訪 問題第三部分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訪港旅客的旅遊體驗 亦都持續檢視本港的承受 以及接待旅客的能力 在旅遊景點方面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村、海洋公園、山頂藍車 以及岸平360等 均在過去兩年推出很多新的設施 另外多項有助吸引旅客的重要文化地標 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家博物館 以及香港藝術館也都先後落成或翻身 在酒店接待能力方面 現時酒店和賓館合計的客房總數超過10萬家 與2018年12月底相比增加約8% 另外11月酒店實際平均房租約港幣1500元 與2017年和2018年同期的水平大致相約 據旅法局的統計 過夜旅客平均流港的時間 由疫情前約3.1晚延長 至2023年第三季約3.5晚 而過夜旅客人次的比例亦有所增加 去年過夜旅客人次大約為50% 超過2017年和2018年同期平均的46% 而非內地旅客的過夜比例 就維持在大約66% 與2017年至2018年同期的平均相約 在提升服務質素方面 旅法局在2023年7月牽頭定立 專業優質旅遊服務承諾 召集近100名來自旅遊相關行業的代表 和前線從業員 作出為旅客提供最佳的體驗承諾 另外透過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旅法局會繼續提升本地的服務水平和豪華精神 亦都舉辦結出優質商戶和員工服務長 以表揚各客戶和前線員工 旅法局會在今年陸續舉辦更多培訓短片和宣傳活動 以及計劃推出新運動 重點推廣禮貌和服務質素 與業界一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地位 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多謝主席 葛珮帆議員 主席,香港要加強競爭力吸引海內外遊客 不可以和人鬥便宜,一定要更加正 向高質量旅遊發展 我們要提供優質的服務,就要有足夠的人手 政府要提供足夠的配套,加快引入這個勞工 我們要為旅客提供獨特、新鮮、難忘的旅遊體驗 就要出盡商界創新求變 香港要有更多的旅遊和結合文化、體育、生態、創新的城市和活動 更加要大力向目標市場有效地宣傳 主席,政府有什麼策略去做好上席的工作呢? 局長 多謝主席,其實在主體答案裡面 我們都說了,在提升我們旅客的旅遊體驗裡面 我們都有很多新的景點,就算是在疫情的時間 不同的景區,或者我們過往一些比較重點的旅遊項目 我們都有新的裡面設施推出 我們也都有新的文化設施吸引現在 譬如很多旅客都比較喜歡一些深度旅遊 更加喜歡探索香港的文化特色的設施 我們也都相繼落成 譬如在主體答案裡面也都提到 我們譬如酒店業的接待能力 其實在房間的數目是比我們在疫情之前 其實是有所增加的 當然我也都很贊成郭議員所說 我們的競爭必須要在質量上面提供更加優質的 無論是景點的吸引力 無論是服務的水平 無論是令到旅客來到香港 能夠感受到香港獨特的魅力 這些都是我們做的方向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們在答案裡面 我們也有提到 接下來我們針對我們不同的客源市場 去做一些更加針對性的宣傳方案 我們利用現在社交的平台去利用一些 所謂意見的領袖 KOL 一些網紅 一起去做一些多一些推廣的工作 令到香港 我們文化的特色 只可以在香港找到一些特別的 可以體驗到的旅遊的體驗 更加能夠推廣去到不同的客源市場 令到他們知道 這些是接下來我們一兩年 我們都會陸陸續續推出更多的計劃去做這些工作 多謝主席 霍啟江議員 主席 剛才局長和國議員都提了 未來一個大趨勢就是文化體育旅遊 我覺得這個文化體育旅遊的參與者 都是我們所說的高增值的過夜旅客 我知道去巴黎或者倫敦 東京都會推出一些叫做Paris Pass London Pass Tokyo Pass 何謂Pass呢 其實買了一個證 或者買了一個通行證 其實參與很多的文化景點 博物館 搭巴士 交通 河上游 甚至有些商界的折扣等等的優惠 這個也正正是體驗到政府推動和商界合作的一個努力 香港 看看香港 其實LCSD都有LCSD的博物館的Paris 但我覺得這個不夠 政府有沒有一個可能性 會推動 也是牽頭帶動呢 和LCSD 例如文化 比如西九 觀光巴士 山頂藍車等等的不同商界 一起去推出一個所謂香港的Culture Pass 是吸引高質量的遊客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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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在怎樣去和社會上不同的業界 大家相聯絡 去怎樣可以造就到 比如一些比較方便到我們旅客去不同的地方去旅遊的方案 我們都願意考慮 過往旅法局也都就著不同的界別 比如在運輸上面會不會有一些更方便的措施 不同的景點 其實現在在不同的景點裡透過一些酒店 或者一些套票 套票的形式也都有 那我們怎樣可以 就是正如鄭華阿霍議員所說 鑑於現在旅客來到香港 那個目標的轉變 或者他們現在比較更加想看的東西 不是那麼集中的 而是去到可能不同的景區 或者有些看綠色 有些可能看一些文化古蹟 可能有些去欣賞我們在香港的美食 各種不同的取向 我們都可以去想一下 可不可以串連起相關的業界 去做一些優惠也好 或者一些 一張政令去更加容易去到不同的地點去旅遊 這個我們可以繼續跟旅法局一起去考慮 梁文廣議員 多謝主席 我見到在質詢的第二條 就是針對穆斯林的旅遊 其實根據旅法局的資料 在未來全球 穆斯林旅遊的消費增長 可以達到三千億的美元 而當中包括一些專業 中產、年輕的一些旅客 所以我們怎樣去為 裝備我們香港的旅遊業界 去營治這一批 具消費潛力的旅客 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見到 旅法局給業界的一些資訊 其實包括在香港的服務 景點、設施、食物等等 其實都有一些支援給他們 教他們怎樣可以做到 穆斯林友善的 令到穆斯林旅客 能夠有良好的旅行體驗 亦都能夠參與他們這些宗教的儀式 可以得到適當的平衡 但是最重要 裝備好業界 其中要吸納一些新力軍 新力軍 其實很重要 香港有一個很大的群體 就是穆斯林的群體 小屬座的群體 其實旅法局 或者政府 或者有沒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或者跟一些機構合作 去怎樣在這些群體裡面 找到一些熟悉穆斯林的習慣 熟悉他們一些熟悉的朋友 可以加入旅遊業界 去令到我們可以觸緊 未來穆斯林旅遊這個機遇 多謝主席 局長 多謝主席 那麼 在這方面我們當然可以多一點去做 一些的 和業界多一點去談 看看怎樣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單止在穆斯林 譬如我們在 帶來港旅遊的很多不同的團 譬如在一些語言上面 其實很多其他國家 譬如你要懂得多種外國的語言 其實我們都需要很多 對不同的客源地的國家 或者一些地區的了解 包括了他的生活習慣 語言等等 正如議員正所說 穆斯林將會 我們都看到 將會是一個挺大的市場 過去那段時間 其實女法局正說 我們在主體答案我們說了 我們在我們的工作上 怎樣介紹 香港我們怎樣做到穆斯林友善的 譬如介紹的餐廳 或者酒店 或者一些節目等等 我們其實也都在這裡沒有提到 我們花了很多功夫 都要準備香港的業界 因為其實有時候 因為穆斯林自己本身 都有一些他們自己的要求 我們怎樣香港的餐廳都知道 譬如穆斯林的人來到的時候 他其實有什麼期望 他的要求是怎樣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女法局也做了不少功夫 是透過這些功夫 然後才能夠找到 現在這些酒店這些餐廳 能夠做到穆斯林友善的服務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做 因為這個市場對香港來說 都是比較新的 我們看到很大的發展的 未來發展的一些可能性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內部 我們在做準備功夫 對外在做宣傳 正如議員所提議 我們也可以考慮 怎樣令到我們 更加多在香港 小數族裔的香港居民 都參與在這個行業裡面 這個我們會繼續跟業界保持溝通 何敬康議員 多謝主席 內地的小紅書經常是有關於 窮遊香港的寧原遊這些旅遊視頻 而令到一些內地訪港的遊客 訪校這些攻略 選擇來香港即日遊 而且不遊縮的 這些旅遊風氣 模擬對香港的酒店業和零售業 造成相當大的打擊 亦都有內地的遊客 反映來香港旅遊的時候 酒店的成本 是令到他們的旅程的成本大增 所以希望政府 推出一些措施對證下約 我想請問當局 有沒有考慮一些針對性的措施 是可以鼓勵遊客延長逗留在港的時間 例如接納新聞黨之前的建議 訪港旅客消費折扣券的先導計畫 多謝主席 局長 多謝主席 或者在一些事實上 我們要先搞清楚 正如我在主體答案裡面都說 其實現在過夜旅客佔 整體旅客的百分比 是比疫情之前高了 我們現在大約50%的旅客來到香港 是過夜的 在疫情前大約46% 而譬如我們說 在11月12月 我們的酒店的平均價 1500元左右 和在疫情之前大約也是相約 所以當然大家會看到可能在小龍書的訪問裡面 個人 有些不同的人對價錢的看法貴便宜 或者他願意留不願意留 這些都有很多個人的選擇在裡面 但是所以我們事實上 我們要搞清楚 變成我們將來做的對策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更加清晰 今時今日我們跟內地的交流 和我們跟內地的融合是越來越緊密 我們有很多香港的旅客 可能上到內地 香港的居民上到內地 我們都不會過夜 可能我們過去吃頓飯 我們會回來 我們過去走過一些地方 我們會回來 內地的旅客同樣地 譬如深圳也好 廣州也好 我們過來香港 他都可以選擇不過夜 因為現在的交通真的很方便 他也可以在這裡 譬如去茶餐廳吃了一頓飯 回到內地 也是一個可以 這個是旅遊 除了我們說 固然我們要看經濟 但是我們旅遊也有一個作用 是加強兩地 大家的互相了解 互相的溝通 讓大家可以互相欣賞 也看到大家文化 或者其他上面的差異 但是從經濟的角度 的確 我們更加是歡迎 一些過夜的旅客 所以在我們的措施裡面 我們搞大型活動也好 等等也好 我們都希望能夠吸引旅客 多留幾天 議員有很多提議 包括了鄭說提議的 會不會有一些優惠 譬如你過夜的 我特別給你一些優惠 這些我們可以在整體去考慮 吸引過夜旅客的措施的時候 我們很樂意去考慮 但是這些優惠 整體我們都要跟商界去談 因為長遠你也不可以 長遠都由政府去做補貼 最好就是我們能夠在商業運作裡面 都看到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對他們的價值在哪裡 更加容易是不同的行業 酒店也好 其他飲食也好 能夠一起去做多一些優惠 去吸引過夜旅客 多謝主席 吳秋白議員 主席 我們很多議員很關心 吳秋白議員 你夾了咪下去的衣服也好 主席 我們很多議員很關心 吸引更加多的旅客來香港 所以我在這裡想追問一個就是 政府會不會再跟國家去商量 來到去吸引更加多的內地旅客來香港 例如可以開放整個灣區的一簽多行 同時將有關的免稅額 訪港的免稅額 由這個三萬增加到五萬 這個類似海南的做法 海南就有十萬元的一個每年 一個十萬元的免稅額 另外呢 我們其實都可以 吳秋白議員 你已經問了兩個問題 請你坐下 局長 一個整體的問題 例如 如果你整體問題講旅遊 我想你是講兩天都講不完的 請你坐下 局長 多謝主席 很多謝議員提問 其實我們在主體答案裡面都說了 我們是一路跟內地的部位 相關部位一直在討論 如何去優化個人油的計劃 個人油的計劃當然包括了 現在我們都幾種的 有些是一週一行 有些是一簽多行 也都會現在只涵蓋49個指定的內地城市 就是個個的建議 包括我們會不會在免稅額上 會有些調整呢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在處探討 也都在合適的時候 我們會跟內地相關的部位去討論 目標都是更加容易方便 內地的旅客更加容易來到香港 從而令到我們整體的旅客數目 可以有所增加 多謝主席 第五項質詢 嚴剛議員 多謝主席 據悉 無簡通關 採用任命 涉疊等生物辨識技術 作為自動化通關的認證 有意見認為 加快是 多謝主席